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这个九二共识最大的奥妙的地方 其实就在这个心照不宣 这是这个顾政福先生亲自跟我讲的 九二共识 九二共识就心照不宣 你把它讲明了 像很多人都说你不讲 讲的话就不可能会有这样 在国际场合里面来见面 你各讲各的就变成两个中国了 就不可能会有这个会议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搁置 搁置并不见得就放弃主权 我刚刚特别强调是搁置这个争议 以前我们很少提九二共识 我们也很少提一国两制 因为你知道我不会接受一国两制 我们甚至也很少提统一 连一个中国我们都很少提 我们就是各自争议 这些都是争议 我们不谈 我们来集中到解决问题 所以九二共识它主要目的 它是要解决问题的 它不是要制造问题的 现在变成制造的问题 然后再讲我刚刚特别想到习近平 后来上台有一个把九二共识 一定要提炼一个中国 把一个中国凸显出来 这个就是争议了 过去是没有争议 那你要共同提认一个中国 那就有争议了 然后再加上你要为统一来服务的话 我们过去没有提的 因为九二共识的目的不是为统一服务 九二共识的目的是要解决两岸事务性商谈隐身的问题服务的 九二共识它这个工具价值 它不是个目标价值 不是个目的价值 不是统一这个目标 它不是为了服务的 可是现在习近平 因为你不接受嘛 他不断的升级 不断的加码 那台湾当然不能接受